哈喽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强哥哥 在上期视频中 小强也是说过要买一把喷火器来测试一下 我蹲了这么久 总要是有一把上架了 哇这武器好贵呀 一把要15万斤条 不愧是吃螃蟹的人 赚的可真多 对呀 也就第一把这么贵 其他的都疯狂下降 你们看 之后上架的喷火器都降到7万斤条了 但都还没过公式期 小强也是没办法买 为了给小伯们第一手资料 我也是打算不通买它了 你还真舍得 这人起码赚了10万斤条呢 为了粉丝们花这些钱还是很值得的 小强也是打算把刀的配件都降下来 先升一下枪配 毕竟要测试嘛 那肯定得把配件升到最高啦 好的配件升到90 13个等级 攻击力已经有一百多点了 看着还是挺不错的 但这武器具体厉不厉害 还是得测试一下才知道 小强打算先去莱文市测试一下 我也是找了个安全的地方 可以放心输出 我去这伤害也太低了吧 只能烧出13点的输出 小强感觉被坑了呀 而且还被坑得贼长 这输出真是递得令人发指 居然能打出3点数字 这怕不是一把假枪嘛 你们看 刚才这血条王军烧不动 烧了这么久也就烧了一小隔血而已 我听小伙伴说 这将可能是用来刷金验的 那也不可能啊 一百多发指挡烧下去 也就只有1000多的金验 这么刷的话 王军可以把人刷破产了 你们看小强又浪仓库的94岛 伤害都比他高 而且还是在没装配件的情况下 真是好无奈呀 感觉这十万斤条白花了 小强好心疼啊 或许PK有奇效呢 别这么悲观嘛 也只能这么想了 不过可能性不大 小强还是做好心理准备吧 小强也是找了小伙伴帮忙 打算在远星城测试一下 烹火器烧墙膝盖的伤害 也就只有50点 真是绝望了 要是小强又M94的话 早就可以把人秒了 这伤害真是够低的 感觉买了把烧火棍 既然是测试 那怎么也得坚持到底 这次小伙伴穿的是 电影和未然护盾 伤害也是预料到了 只有10吨点的输出 果然这枪就是拿来放烟花的 一点输出都没有 小强 我发现这枪还有灼烧的效果 我身份也是很低 基本没什么用 我也看到了 连基础攻击都比不上 小强也是打算和小伙伴PK一下 看手感如何 我发现这枪不单止输出低 而且还不能挑射 基本就是个人形把子 一点也不灵活 要是被武士遇见的话 也就两道的事情而已 哇塞 真是太low了 显然就是废品呀 将于小伙伴们千万不要买 免得被坑了 这枪的价格也就十个三十万金条而已 这次小强亏了十多万 心都在滴血仰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在这里 不知道小伙伴们觉得这把喷火器怎么样呢 欢迎在评论区告诉小强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